天麻配遗物专制高血压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从事临床工作40年 帮助无数的高血压患者 恢复了正常的指标 有一个方子是我用的最多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出来 下面就结合一个病例 帮助大家去理解 有这么样一位患者 她是45岁女性 来找我的时候说 只要情绪一波动 就会感觉到头晕头胀 面色潮红 严重的时候 还有耳鸣失眠这些情况 一侧血压就高的离谱 除此之外还会出现 腰酸口干这些症状 看了她的舌相属于舌红少胎 而且胎还略黄这样的现象 辨证以后 她是肝肾的亏虚 肝风有内动这样的症状 什么意思呢 长期的忧思欲怒 就导致了气欲化火 噪耳生风 所以治疗的时候 要滋阴潜阳 这是治本 西风止经 这是治标 在中药里边 就用天麻沟腾饮 调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她症状明显的有了好转 所以这里边这个方 就是重要的 天麻和沟腾这两个药 天麻是平肝 西风止悬晕 沟腾平肝火 清肝热 这两个药 天麻和沟腾的搭配 使肝风得以止 血压能够降下来 小小两味药 十几块钱 从头到脚 化晕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首先教大家自测一下 体内到底有没有瘀血 你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的舌下 如果你舌下的这两条青筋 又黑又粗 这说明你体内的瘀血 已经很严重了 瘀血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 这些瘀血会阻碍气血的运行 气血运行迟缓了 就会引起了心脏的供血不足 长期下去也会逐渐发展成为 关心病啊 出现胸闷胸痛这些症状 如果要化掉这些瘀制 也并不难啊 今天一个两个药的小方子 就可以化这些瘀制 这就是三七和西洋身 他们能够把身体里边的瘀血 像大扫除一样去扫除到体外 西洋身呢 可以滋阴补气 可以有生经的作用 而且不上火 三七呢 可以活血止痛化瘀制 两个搭配起来 既能让气推动着血的运行 又可以起到一个扩张血管 溶解血栓 减轻血管瘀堵的作用 对于关心病心脚痛 供血不足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有着明显的效果 要的剂量呢 需要根据患者的情况 随症加减 气虚弱一点 就多加一些 西洋身 如果血瘀的重一点 三七的用量就稍微多一些 如果你也想用这个方子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告诉我 我来给你定制适合你的方案 小小四味药 通血管的大功臣 血栓自己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堵塞了 有斑块的这些朋友们 别再花冤枉钱 最近呢 有粉丝把自己买的一些药发给我 我一看呢 很多都是保健品 治病的作用呢 肯定比药要小得多 而且价格呢 是比较高的 今天呢 教你一个方法 省钱还好用 有高血压 关心病 动脉硬化 血管堵塞的朋友 要保存好 血管堵塞呢 多鉴于是血瘀体质的人 血液比较粘稠 像粥一样 流动就缓慢了 很容易就堵住 下面我们参考这四味药 单身三七 一般啊 这个比例上 五比一的比例 去打粉 山楂和山珠鱼 这两个药呢 它可以放在一起煮水 煮好了水以后呢 用这个水呢 去冲 刚才我们单身和三七的这个粉 这样去用的话 能够有效的去改善 我们血液中 棉稠的这种情况 让血液从粥一样 变成像水一样清测 流动起来 就自如了 就没有淤堵了 自然呢 也就不容易被堵住了 具体的用量呢 需要根据大家堵塞的情况 和有没有斑块啊 斑块的具体位置啊 还有你的血脂的情况啊等等 辩证分析 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下方的加号 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和我进行详细的交流 山楂 加遗物 饭后 泡水盒 通血管 化血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生活中呢 有很多常见的中草药 可以帮助我们溶解血栓 疏通血管 就比如说山楂和单身 山楂是一种很常见的药食通源的食物 可以促进胃动力 用来调理我们的消化不良啊 食欲不振这些 但是许多的朋友不知道呢 它还有很好的活血化育作用 扩张血管的功效 山楂和单身一起呢 可以加强扩张血管的作用 降低血栓的形成 预防血管堵塞和动脉硬化的出现 单身呢 它比较硬 如果紧泡水的话 不能够完全发挥出它的药效来 我们可以取单身的饮片 给它煮水 用的单身量大约是30克以下 煮完水以后 水开了 用来泡山楂 山楂的用量呢 也是在10克左右 胃不好的朋友呢 山楂的量少用一点 这里也说明了呢 治疗疾病还得需要呢 中药副方的整体干预 心肌缺血 吃这两味药 把你缺的血补足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前段时间呢 接诊了这样一个患者 经常的会感到胸闷胸痛 呼吸不畅 特别的乏力泪 试睡 浑身没有劲 县里的大夫呢 告诉他要搭桥 巨额的医药费 让他想要放弃治疗了 在家人的劝说之下 通过平台找到我 后来呢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他不试着这些症状啊 都得到了缓解 除了服用药物以外 还叮嘱他 用两味药泡水 做每天的日常保健 他养生的观念很强 坚持按我的方法去做 而且呢 还每天坚持打太极拳啊 运动啊 所以他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那这两味药是什么呢 挡身和红枣 挡身呢 具有着补中益气 生精养血的功效 红枣和他一起搭配 增强了补气生血的作用 同时他还有安神养血 这两个放在一起配偶呢 尤其适合血虚体弱的人使用 如果你也出现了这些不适的情况呢 可以把你的症状和我来聊一聊 我来帮你辩证论质 山楂加上它们 酱脂化于养血管 人人都能喝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一郝教授 山楂呢 是个宝 酱脂的路上你可少不了了 今天呢 教大家用山楂和什么来搭配 可以软化血管 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如果你的血脂血压都偏高的话 或者有轻度的动脉硬化 用山楂呢 加上单身煮水 记着 加单身了以后 光泡呢 泡不出它的作用来 山楂呢 是降止化鱼的软化血管 而单身增强了它的活血化鱼作用 化鱼通过软化血管进一步的加强 如果你属于是气血比较亏的正形的话 除了用以上单身和山楂一般 还可以加上升光期 这么两三味药 每天反复的煮水喝上几杯 对于气虚血鱼的这一正形 鱼足了血脉 经络不畅通 动脉的斑块 血管的瑕着 硬化等等 血脂偏高都有很好的效果 山楂化鱼效果好 搭配这两个宝 堵塞不再烦恼 大家好 我是赵以昊教授 血管五百病生 血管如果通了身体一身的轻松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啊 三位中药 疏通我们的心脑血管 让你浑身轻松 大家点个小弧线 防止呢 滑走找不到了 这第一位就是山楂 山楂味酸 肝肝微温 它具有着消食健胃 行气散余的作用 并且呢 它还可以化酌降止的功效 是疏通血管堵塞的特别常用的药物 而且它含有着丰富的山楂黄酮 现代药理研究啊 扩张冠状动脉 血管有强心 降压抗心率失常 还可以降血脂 对动脉周样硬化呢 降低胆固醇 降低肝油三脂 都有很好的好处 第二个药呢 就是福灵 福灵呢 味肝 淡 性贫 归心肺 脾肾 肾经 健脾 沥水 肾濕 还可以有宁心 安神的作用 第三位药呢 就是黄芪 黄芪味肝 微温 归脾肺 经 可以有健脾 补中 生养 局限 意味 股表的作用 这三位药相辅相成 标本兼致 疏通你的血管堵塞 改善动脉硬化 非常好的组合 山楂巧搭一物 化解全身的血管斑块 人人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粉丝朋友呢 给我发来消息啊 咨询血管的斑块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来改善血管斑块 一般呢 需要我们三方面共同的努力 这第一呢 就是你要按照正行 遵医嘱去服药 第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第三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代茶饮 来辅助化解斑块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山楂搭配一样东西 用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改善血管的斑块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你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用山楂20克花椒10克加水里面一起煮最多20分钟啊 不要天天的吃隔一天一吃就可以了 山楂和花椒这组合起来具有着活血化鱼温通经络的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你的血管斑块 你记住了吗 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 山楂巧搭一物 化解全身的血管斑块 人人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粉丝朋友呢 给我发来消息啊 咨询血管的斑块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来改善血管斑块 一般呢 需要我们三方面共同的努力 这第一呢 就是你要按照正行遵医嘱去服药 第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第三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带茶饮来辅助化解斑块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山楂搭配一样东西 用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改善血管的斑块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你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用山楂20克花椒10克 加水里面一起煮 最多20分钟啊 不要天天的吃 隔一天一吃就可以了 山楂呢和花椒这组合起来 具有着活血化于温通经络的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你的血管斑块 你记住了吗 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 山楂配上三物 降压又降脂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这个又简单又好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先点亮小红鲜收藏起来 看完肯定对你有所帮助 这个小方子呢 就是有山楂 菊花 金银花 单身这四位啊 组成的 有消倒 降脂 软化血管 清热去火 降压的作用 平时呢可以在家里煮水喝 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点 方子虽好 但不适合所有的人 因为每个人的病激不同体质不同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 山楂配上两个东西脑梗是最害怕的 人人都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有轻度的偏瘫 单侧的肢体 抓握无力 全身的乏力 这样的现象 不要再担心了 今天给你分享一个小方子 用简单便宜的药帮助你改善脑梗的后遗症 不管你是已经得了脑梗出现了后遗症 还是想预防脑梗都可以用它 大家可以点一个小红筋 防止呢 想用的时候你找不到了 首先我们要说是山楂 它具有着健脾消食 行气化瘀的作用 临床上常用来治疗 像气质血瘀导致的脑梗的情况 用山楂呢还可以搭配上黄芪和茯苓 黄芪是补气之杂 它入脾经肺经 将身体里边的气虚的状况改善 气形则血形 具有着通落化瘀的作用 而茯苓呢是肝胆 健脾肾施养心安神 这三个搭配起来以后呢 可以共同起到健脾补气 活血化瘀的作用 你记住了吗 常吃这几种菜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 让你轻松舒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堵塞呢 不要再怕 今天给你分享几种蔬菜 来帮助你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 先点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呢 滑走找不到了 这第一个呢 就是黑木耳 中医认为啊 黑木耳是干瓶 具有着滋阴 补血 活血化瘀的功效 它可以降低血小板的聚集 有利于稀释血液 从而在一体程度上 防止血栓的形成 第二个呢 就是海带 海带呢 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海带呢 是属于海产品 它有咸的成分 咸味在中药里边 它具有着软肩散结的作用 你如果血管有堵塞 血管壁的硬化 它具有着清除血管壁里边的垃圾 软化血管的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呢 它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 抑制动脉中央硬化 这些效果 第三个呢 就是红薯 研究发现 红薯中 具有一种 不能够从 积压于肉里边 获得的胶原 黏液蛋白 这种物质啊 有效的防止 动脉中央硬化 在此呢 也提醒大家 任何的食补和茶饮呢 都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出现身体的 不适的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儿 大家如果有 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来问我 一天一片 阿斯匹林 身体瘦得了吗 下面这两类人群 是坚决不能 长期服用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阿斯匹林呢 是一种 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 临床上一天吃一片 用来防治 心脑血管的疾病 但是呢 阿斯匹林的副作用 也是相当多的 下面这两类人群呢 是坚决不能服用的 看看 你是不是中招了 第一类呢 就是高出血风险的人群 以及啊 评估以后 说你的出血风险 高于血栓风险的患者 如果是有消化道的溃疡 消化道的出血 或者是其他部位的出血 这时候 你再服用 抗血小板的药物 就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所以长期服用阿斯匹林 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这件事 你一定要记住了 第二 超过70岁以上的人 小于40岁以下的人 需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 再服用 屏幕前的你 如果还要想更多要了解的 是不是觉得中药 对我们血栓的抗凝血作用 和活血化育更好 2023年好消息 让心脏病远离你看了 你就会受益 那不管你有心慌气短 胸闷胸痛 头晕耳鸣 心率失常 关心病 心脚痛 心梗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都不用再担心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40余年 现在呢 在这个平台上 为心脏病的患者 开通一个绿色的通道 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如果你也有心脏病的困扰 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然后点我的头像 进来写下你的问题 我来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 2023年脑梗的患者 看完这个视频 你有恢复的希望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你是不是也总觉得 头晕脑胀 全身各种的不舒服 或左边或右边 半边肢体的麻木 手脚没有力气 甚至走几步路呢 就会觉得走路都是飘着 脚底下没根 跟踩棉花似的 眼睛干涩 事物不清 有些时候呢 还会手脚都觉得 有麻木的现象 舌头也麻木 说话也不利落 吃饭的时候 还容易出现流口水 吞咽的困难 这种情况 有的人持续了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反复呢 各处去看 没有什么结果 视频前的你 如果也有这种情况 不要再耽误了 血液循环不通畅 使大脑的血液 供血不足 中医认为呢 出于这种气质血液 经络受阻的情况 它会对你的身体呢 有更进一步的侵害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点我的头像 向我提问 我在这里 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种菜 不要碰 防止血压升高 早了解 早预防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压的患者呀 除了吃降压药 平时一定要注意 在饮食上 最关键的把嘴把住了 你的血压就不会升高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一种菜 你不要碰 你猜猜这是什么菜呢 可能脑子里会想 啊那么多绿色的蔬菜 但是我要说 那就是咸菜 这咸菜你千万要少吃 咸菜呢 是一种含盐量特别高的食物 长期的如果食用咸菜 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升高 这一点呀 很多北方的同志 真的不知道 当得了高血压 你在问他饮食习惯的时候 每天还必备吃着很多好吃的咸菜 咸菜好吃 但是它会增加血压高的风险 你记住了吗 人体自带着四种宝药 全在手上 长按这几处非常有好处 大家好 我是赵伟浩教授 我们的手上啊 有四个穴位 经常的按摩呢 好处特别的多 大家可以点赞保存好 转发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第一个穴位啊 就是我们的劳工穴 手掌自然的握紧 中指所对的地方 就是劳工穴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气血 更能够充足 第二个穴呢 就是神门穴 我们的万恒纹这个地方的小手指端 这个位置就是神门穴 改善我们的睡眠的质量 像心烦心慌 健忘 头晕都能够通过这个穴位去改善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那内观穴呢 是一个止疼的一个穴位 它可以改善我们手臂的疼痛啊 头痛啊 以及胃的不舒服 对晕车呀 恶心呕吐都有缓解的作用 第四个穴位呢 就是在万恒纹下面四指的支钩穴 这个穴呢 是一个通便的穴位 如果说大便干燥啊 或者几天没有变了 把这个穴位多按一按 它可以有通便的作用 对于心脑血管的人来说 通便是最好的对身体的一个解压 让压力减轻了 对心脑血管可以起到一个缓解 不发生危险的最重要的途径 你记住了吗 如果记不住的话 可以关注收藏起来 我会给大家持续分享 健康实用的小知识 一个妙方 清理全身的穴斑 便宜有效 收藏好处大了去了 大家好 我是赵语浩教授 中老年朋友啊 年岁大了以后 容易出现动脉硬化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对于缓解动脉硬化 只要你辩证对了 就能让大家少跑医院 少花冤枉钱 如果你也正被动脉硬化 血管斑块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所困扰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打出帮助两个字 我来给你做 答疑解惑 中医辩证呢 动脉硬化 很大一部分啊 是属于痰 瘀 护组类型的 这种情况下呢 临床上 用至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 常用以下这个方子 有单身 10到20克 三七 3到6克 香参 10克 橘红 10克 天麻 10到20克 山楂 10克 这几位要呢 对于痰瘀 护组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 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你也觉得这条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个小红心 我就是你身边的家庭医生 有问题 随时可以和我交流 一个方子降血压 花十几秒钟 看完一定是不亏的啊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压高降不下来 不要胖 有这个方子啊 可以帮助你大通经络 轻松的去降压 下面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个 可以帮你平稳降血压 使身体变得更轻松的方子 用西鲜草30克 下肤草30克 糖白勺30克 玉米须30克 葛根15克 单身30克 当归20克 脚骨蓝30克 黄金15克 生龙骨30克 生母粒30克 这个方 它是有平肝浅阳 清肝泄火的作用 特别是对降血压 改善血循环 有明显的疗效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的朋友呢 值得你去试一试 需要注意的是呢 方子随好 但不适合所有的人啊 如果你也想用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 选择最适合你的健康方案 三味药当茶喝 用来改善脑供血不足和脑梗 脑供血不足啊 不要怕 三味中药呢 可以帮你改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经常会出现 手脚的麻木 头痛 头晕 说话也不利索 这些情况 不要担心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味药 放在一起呢 煮水喝 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些症状 大家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呢 用的时候你会找不到了 第一位呢 就是吃勺 它具有很强的活血化瘀的作用 可以改善血栓脑动脉硬化这些问题 第二呢 牛膝 它可以强健筋骨活血通过 尤其是穿牛膝啊 适合血管内有瘀堵的朋友 第三呢 黄鳍 可以补气生羊 生精羊血 以上三种呢 需要医生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辨证 选其中一种或者是几种 坚持吃一段时间 身体就有明显的变化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我来给你做一个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三味药 煮水喝 血管从头痛到脚 人人都用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这三味药呢 首先就是单身 是入入心肝两经 是活血化瘀的药药 单身首先是呢 进入我们身体里边 把淤质给化开 淤血散开了以后呢 气血流通的就正常 前人称它是一味单身瘾 共同四五汤 它不仅仅化淤质 同时它还可以有补血的作用 四五汤就是补血的嘛 把这个淤质去除了 道路畅通了 你才能够让心血而生成 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第二呢 就是檀香 檀香气味是心香的 心香之气就善于走窜 上可以调到肺气 下可以调脾胃 心香之气呢 就可以解散 淤血淤质 就通畅一身的气机 第三位呢 就是沙仁 沙仁性质是温的呀 气味芳香 可以有健脾化湿 行气温中养胃 这个作用 还能够帮助我们 里气散寒 和檀香搭配 可以增强里气的作用 散寒止吐 这三味药合用啊 就是组成了著名的单身吟 可以呢 把我们周身的气血都打通 气机通畅 淤血 消散 气血 也就流通的更畅快 外血没有了 血管的淤堵 畅通了以后 气血就更充足了 不过呢 要注意一点 如果想用这个方子的话 有两个前提 第一呢 一定要对正 第二呢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加减 用量上加减 如果你也想用的话 可以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来帮助你 三味药直达病灶 让脑梗无处可逃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近年来呢 脑梗的发病率和瘫痪率 在逐年的上升 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今天我就用专业的医学知识 给大家说一说 脑梗的病因在哪 而且要告诉大家呀 我们有三味中药可以直达病根 快速缓解 在中医里呢 脑梗又称之为中风 是因为发病的时候特别突然 也称为促中 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肝肾阴虚型 气虚血瘀型 弹湿中阻型 肝阳上抗型 这四大类 中医呢 针对脑梗 主要是用活血化瘀形剂的方法 临床上常用的这三味药是 穿胸 红花 赤勺 其中穿胸 是活血行剂 去风 止痛 又能够活血化瘀 是中药里边治疗脑梗的一位 特别好的常用中药 那治疗脑梗呢 我在临床上也经常的会使用 如果你也有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想要尽可能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编辑好 发给我 我来给你提供帮助找到最合适你的治疗方案 不管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都不用到处求医问药了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关心病的朋友可以看过来 滑走你肯定会失去这个机会了 无论你是心慌心计胸闷气短还是心脚痛都不用到处去求医问药 我都可以一对一的给你解答你的问题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对于临床上的心梗脑梗心衰 斑块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愿意教我这个医生朋友的话 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只要我看到你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两句心理话送给有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今天有两句心理话要送给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第一句话就是大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如果你有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高 肝油三脂高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 也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到底是否严重 可以把详细的症状和报告单发给我 不用再坐车呀排队呀车马劳顿花这些冤枉钱了 我会给你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希望看到一些粉丝朋友说自己的身体有了好转 症状缓解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做科普之所以坚持到现在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点我的头像发给我啊 我来帮你解决实际的问题 两味草药帮你疏通多年的血管堵塞 疏通了经络以后有很好的止疼作用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大家都知道血管堵百病生 血管一通呢浑身都轻松 解决多年的血管堵塞 这两味药一定要知道 今天呢我把这临床上常用的疏通血管堵塞的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有血管堵塞的情况 可以大胆的点我头像进来 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来给你提供帮助 那这两个药是什么呢 五菱脂和普黄 五菱脂呢是有化瘀止痛的作用 普黄生用可以活血化瘀 两个要配合是著名的历史名方叫 失效散 常用于治疗关心病高血脂 这样的血管堵塞的情况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呀 中药都是祖方配五使用的 如果这两味药呢 没有解决你全身整体的情况 还有其他的一些辩证不到的一些缺陷的话 没有整体治疗可能效果会不如人意 那个时候你就需要整体的考虑辩证治疗了 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整体调整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来为你辩证分析